全球微软系统大档机 世界上有850万台电脑 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您也是其中之一的受害者吗 现在这个灾情还余颇荡漾 主要是全球有数以千架的航班 都被取消了 因为机场还没有办法恢复正常运作 很多地方是靠人工的方式 好像回到古早时代 用手工登记帮大家报到 所以班机被延误或者取消的状况 比比皆是 很多旅客不得已只好在机场过夜 电子看板上一片红字 都是突然被取消的航班 各家航空公司无预警同时出包 让旅客出游计划大乱 因为你还不能买车 我试试买车 你还不能买车 我试试买车 我们昨晚才刚才有一个酒店 我们很幸运的 我们有五个酒店 我之前能够买一个酒店 我和我丈夫 美国资安公司Crowstrike 更新软体出包 导致全球微软Windows 作业系统瘫痪 引发有时以来 规模最大IT荡机潮 延烧到周日 美国国内及国际线航班 共还有超过 1200架次被取消 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都名列头号苦主 要让一切重上轨道得花上数天甚至数星期 而除了空运 特斯拉部分美国生产线也受到波及 马斯克推文表示 整个汽车供应链都已因此停摆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